小伙弟弟刨出两个龙头 扬言有人出价五个亿 专家看完冷汉直冒道 你简直是天打雷劈 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两个龙头又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来历 在一档健保节目中 一位标情大汉刚一出现 便吸引了全场瞩目 他壮弱公牛身披彩衣 手中的两个龙头百剑 引得全场喧哗不断 面对主持人的提问 大汉倒抽自己的身份 原来他是内蒙古著名的摔跤手 恩和巴图 家住乌兰茶部 曾在赤峰市举办的比赛上夺魁 名震全国 那身铁打的筋肉 多次代表地区参与全国性的摔跤大赛 不待恩和巴图说完 主持人就打断道 你这么厉害 敢不敢和我过几招 说完两人便比划了起来 仅仅一个回合 恩和巴图便把主持人抱到肩头 想拎小鸡仔似的轻松血液 为了缓解场上的尴尬 主持人询问起了两个龙头的来历 原来这件宝贝最初并不是恩和巴图的 那是一个下午 当地一位老农在地里刨出来两个物件 擦干净后一看竟然是两个龙头 消息传出后 引起了恩和巴图的兴趣 由于他是家喻户小的摔跤手 最后老农以四万元的价格 将这两只龙头转让给了他 可谁料刚一回家 老婆就不愿意了 虽说龙是古代皇犬的象征 一直在拍卖市场火热 可这两头龙既不是金箱的 也不是玉座的 居然是两块烂木头 卖到废品市场都嫌弃 然而老公竟然以四万块买了回来 就这样夫妻冷战了好几天 一周后老婆下了最后通牒 找一个鉴定机构估个价 如果值钱还责罢了 否则民政局界马上离婚 就这样摔跤手恩和巴图 抱着这两个龙头来到了市里 对面机构的鉴定人员 看了好半场为难道 这东西是个老物件 就是价格嘛 实在不好拿你 你先回去吧 带了一头雾水恩和巴图回了家 正当媳妇怒火中烧时 那头电话响了起来 对方称自己是某某地产的大鳄 看上了这两个东西 开价五个亿打算收下 小伙地里跑出两个龙头 扬言有人出价五个亿 专家看完冷汗直冒道 你简直是天打雷劈 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两个龙头又有着 怎样不同寻常的来历 听到电话那头愿意出价五个亿 恩和巴图险些晕过去 好在媳妇冷静了下来 平日里 她没少看普法栏目 两个破木头卖五个亿 这八成是某些鉴定机构的套路 等到你赶过去时 又会索要一笔天价鉴定费 虽说道理如此 但这钱的确诱人 那几日 恩和巴图每天都会擦拭这对龙头 她怎么看都觉得此物来历不凡 为了弄清楚他们的价格 媳妇怂恿丈夫来健保节目试一试 听完了龙头的故事 现场顿时议论声四起 就这两个木头只五个亿 好家伙 金字做的嘛 人群中一位头戴眼镜的小伙子 给出了不同看法 凭借多年的学识 她认为 这中间应该还有一块珠子 恰好构成了双龙细珠的图案 只不过由于天长热酒遗失了 究竟这两个龙头是做什么用的呢 彼此的专家们已经按捺不住了 成群走下台阶 来到了两件器物面前 等等五分钟过去了 台上一点声音也没有 正当众人疑惑不解释 一位头戴金丝眼镜的学者开口道 你简直就是天打雷劈啊 怎么把他弄过来了 此话一出 恩和巴图懵了 在场的观众也全都一副 这儿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 只见专家顿顿开口道 这东西可是大有来历 与皇家有关 绝非普通百姓能染指的 小伙地里刨出两个龙头 扬言有人出价五个亿 专家看完冷汗直冒道 你简直是天打雷劈 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两个龙头又有着 怎样不同寻常的来历 眼瞅着场上的情绪 烘托到位了 专家慢慢开口道 这两件宝贝应该是古代建筑上的饰品 根据木雕的年代来判断 最起码是宋朝的 他们当年应该是背对使用的 说到这里 学者又画风一转幽默道 其实很多百姓都在古装剧中见过此物 原来恩和巴图带来的这两个龙头 乃是古人避火避雷的宝贝 众所周知 古代的房屋大都是木质结构 尤其是紫禁城的宫殿 为了烘托庄严素末的气氛 一个个又高又大 而这就造成了房顶上铺满的瓦片 极容易松弛 一旦掉落后果不堪设想 为此工匠们发明了最早的螺丝钉 但完工后 一看又不美观了 为了弥补缺陷 他们又给钉子戴上了帽子 经过打磨雕刻 变成了各种可爱的神兽 十几日 紫禁城上空 依旧排列着各种造型奇特的动物们 有象征皇权至高无上的龙 还有身材魁梧 怒目元正的谢志 在民间故事中 他们被赋予了各种象征 有的防火 有的代表公平 从这两个龙头做工来看 应该是宋代皇家院落 装饰房顶用的 只不过 他的龙脚位置 由于遗失 看不清原本的轮廓了 但是有一点非常特殊 依稀可以从龙头中发现 当年 他内里曾插着一根铁棒 根据文献记载 应该是古人发明的壁垒针 关于此物 唐代苏俄传写的唐氏演义中 曾记载到 汉武帝修造伯良殿 有官员尚书称 海中有神兽名曰痴 尾巴急长 尚玩水 将其轮廓 造于殿上可避火 至此后 历朝历代在营建宫殿楼阁时 都会命能功巧匠 雕刻神兽于其上 既美观又得神灵庇佣 直到今天还能有一些 现代建筑上看到这种传承 听完了专家的解释 全场又是一片喧哗 此刻 恩和巴图的脸上写满了坎特 他对故事没什么兴趣 只关心价值结合 我给一个保守的估价五万吧 忘了专家给出的数字 摔跤手恩和巴图 失望至极 原来临来的路上 媒婆已经给儿子说了一门亲事 女方也表示同意 提出需要十五万彩礼过门 本想着估价完毕后给孩子把婚解了 可没想到到头来还要添十万块 看着恩和巴图难为的样子 专家又提出愿意以十五万买下这对龙头 听到这句话 恩和巴图转忧为喜 激动的差点跳起来 台下的观众们也是议论纷纷 毕竟十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前后如此大的悬殊 会不会藏着什么猫腻呢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